好,繼續回來我們香港藝術搜索頻道 我身邊有音樂界別的另一位候選人 柯大偉先生 柯大偉先生,也很感謝你接受我們的訪問 其實我們也想問 剛才我們在台下有些參加者 有些觀眾提出一個疑問 就是問現在近來越來越多的一些 譬如是團體會租用一些工廈 作為他們的排練室或者一些展演的空間 但是他們其實在經營或者在他們舉辦活動上 都遇到很多的掣索 例如他們可能一些過時的消防條例 會令到他們可能經常都會被審查之類的 就想知道柯先生 如果你真是今次成功當選這個音樂界別的一個代表 譬如你會在這方面進行一些什麼的工作 去令到他們的生存環境都不會有這麼多的掣索 我想這件事要分兩邊來講 因為第一件事是在講建築條例 建築條例和藝術發展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如果是 你如果在講怎樣令到一個團體生存下去 而再發展的話 希望埋法局 即是ADC 有些 如果我可以進去的話 就 因為我一向都是 receiving end 即是我一向都是 我都自己有一個團體 我都自己曾經申請過很多東西 是的 我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知道 即是我會看到說 哦 這裡 我覺得這樣做會好一點 這樣做不是很好 那希望以我 在接受 即是在下面 接受這個經驗的話 進去的話 會有更加有建設性的建議 那譬如說你說如果是 building 的話 如果你說消防條例 你如果要搬進去一個新的 building 或者一個舊的大廈去改的話 你不能不跟的 即是誰人都要跟的 因為這個是我們 即是人生安全來的 那譬如說你開補習社 你不能開到十幾樓 因為一定要不知三樓樓下 如果你有很多小的學生的話 那這個是一定要跟的 你都沒有辦法 是的 那而有危法局這裡的出發點的話 就希望說會給到的幫助 不僅僅是在錢銀上 而是在資訊方面 而是在怎樣去支持你 怎樣指導說 哦 你去找這個人 或者你去找這個政府機構 來幫你解答你的問題 會好一點 是吧 希望可以做到這些這樣的事情 不只是我派錢派錢派錢 那不如做軍海基金派錢派錢 好 謝謝 還有另外一條問題 其實音樂都是在藝法局裡面 其實都是其中一個藝術範疇來的 都有另外的一些藝術範疇 我想知道譬如如果你成功當選 那你會怎樣跟另外一些藝術範疇的一些代表 包括一些民選或者委任的代表 去合作去推動香港的藝術文化生態呢 香港是一個國際性的國家 但是呢 你在藝術這一方面呢 我們不可以說是達標 那為什麼呢 因為有很多因素 那我以一個做音樂的人來說 可以做到的就是盡量去推動 是的 那如果你說一個叫做 呃 Mixport 或者一個 呃 令到可以令到不同藝術 不同範疇的人 可以大家一起group 可以做一個東西出來的話 是不是 在音樂裡面最 呃 怎麼說 在音樂裡面最 對我們來說 嗯 最好的example 就是歌劇 嗯 那為什麼呢 因為歌劇裡面你有願樂啦 你有那些管樂啦 那些人一起 那台上有跳舞的 有唱歌的 台後面有服裝啊 跟著 現在還要加上就是拍video啊 這些那些東西 所以 有有 這個是其中一個example 那 當然 有很多其他東西我們可以做的 那 怎麼去推廣呢 怎麼去發展呢 那 我希望進入去的話 就可以 譬如說 我現在身邊認識很多不同範疇的人 怎麼大家合作 可以令到香港的藝術的境界更加提升呢 那希望我可以進入去 那希望可以做到 好 好 Thank you 那多謝了 啊 啊 好 我們是香港藝術首索頻道 那今天呢 就繼續來到這個香港藝術發展局 藝術範疇代表提名推選活動的候選人論壇 那現在呢 在我身邊呢 就有這個音樂界別的其中一個候選人 阿費明儀小姐的 那阿費小姐 那有一條問題都想問你啦 那其實剛才台下的觀眾呢 其實都提問過的啦 那就是關於呢 就是近年呢 就 就是有很多的一些藝術團體 包括一些音樂團體呢 其實都會在一些工廈呢 可能有他們的一些表演場地啦 或者作為一些排練室 那但是呢 其實呢 他們都遇到很多制爪啊 就是譬如有一些 譬如比較過時的一些消防條例啦 那令到他們可能在經營上面 或者可能在舉辦他們一些的藝術活動上面呢 都遇到一些困難 那我想問一問問阿費小姐呢 就是如果你接下來呢 都會當選 就是進行這個業界的代表呢 那想知道你會在這方面呢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措施 或者一些行動呢 會做的呢 是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因為我們經常是為這個 大家排練的地方啊 或者大家有少少可以互相研究探討的地方啊 非常非常的缺乏 那如果我這一次 真是大家支持我當選的話呢 我們一定盡量的呢 就找更多 譬如說一些舊的工廠啊 或者一些不用的一些舊的倉庫啊 看看是否可以跟政府呢 大家商量呢 就是能夠改建之後呢 可以用 那事實上呢 其實我們都是有 已經有好幾個那個舊的工廠呢 就是在石建會那裡呢 工廠大廈呢 我們都有不少地方呢 已經供給特別是市局 做的朋友用的 但是對音樂方面呢 仍然是很少和不夠的 那在這一方面呢 是我的重要的目標之一 我希望能夠改善 和能夠做好這一方面的工作 好 那都想問到一條問題啦 那就是 其實音樂就是其中一個藝術的範疇啦 那其實都還有其他的藝術範疇的 那譬如你當選之後呢 會怎樣去跟其他不同的藝術的類別的候選人 不論是他們民選啦 或者是被委任的一些朋友 那你怎樣跟他們合作去促進這個 香港的藝術生態的發展呢 我相信呢 所有不同的藝術的一個組別 或者是特別是音樂 舞蹈 戲劇 戲曲 事覺方面呢 其實都是彼此息息相關的 所以無論我們是哪一個組 但是好像我自己 我就參加了不同的組 去亦都是了解情況 亦都牽出我自己的知識 來盡量支持幫助 如果這一次我能夠再當選的話 我相信在這一方面 我都會加強我自己的工作 我都會繼續呢 會在不同的一個組別裏面 說我應該說的話 或者做我應該要做的事 好 那好多謝費氏姐接受我們的訪問 多謝